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这个大妈的生命卡 一个人占了四张生命卡的女人,非常的占地儿 一张是万国,一张是何之国,还有宙斯一张,普罗米修斯一张 拿破仑和赫拉不配拥有生命卡 先大妈本人,咱们两个卡放在一起说 名字是夏多特灵灵 何之国偏改名了,叫做欧林 这个欧什么什么的,就是日本古代时候女性的一种称呼 尤其是京都的异迹,很多都是这样起名字 有的前面还要加上出生地 比如咱们都知道的初云的阿国 いつもの国,他这个阿国日文写成汉字就是阿国 所以这个欧林塞成阿灵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吧 其他的什么欧罗比就有点奇怪是吧 不知道怎么翻译合适啊 生命卡编号0996号出场比较晚了 最初登场是单行本83卷第829话 何之国版出登场是单行本92卷第931话 别名是big mom 咱们翻译成大妈啊,非常的心打雅 还有花魁阿灵啊,这个花魁欧一烂 如果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的话啊 花中魁首啊,又是个极限词 但是其实也不是的啊 这个是指江户时期极元游女的最上级的一种职称 这个游女一般是指高级娼妇或者高级小三啊 有点像水浮传里那个金翠莲啊,颜波熙和白秀英之类那种人吧 平时卖点意啊,有人看上了就转职当小三 出自一个落语,是说狐狸和狸猫用尾巴变化骗人 这个花魁不用尾巴就能骗人啊 尾巴就是欧,不用尾巴就是欧一烂 所以叫欧一烂 汉字写成花魁出自冯梦龙的九十横岩啊 卖油狼独占花魁 可能日本人觉得这词比较酷啊 就应该写成这两字了 算是咱们传过去的外来语啊,文化出出 咱们看海德王世界里 好像和之国就只有花魁啊 但是其实游女分很多等级的 高级点的像太夫啊,格子女郎 下级点的像菊女郎,散茶女郎,刺女郎啊 分很多档次 还有未成年的叫凸啊,卡布洛 就是康家的这个女儿这种啊 每年可能就是觉得游女这种穿的花枝招展的 比较有日本特色吧 就大量用啊,算是他们的民族风 恶魔果实是solutoluto mi 浑浑果实 果实入手方式一直是个谜啊 应该以后要看黑胡子来揭晓啊 霸气啊,霸王色,武装色,剑纹色,三色,齐全 何之国篇是武装色,剑纹色,霸王色 排列顺序不同啊,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所处是四皇和万国女王 标志,何之国是原洛克海贼团船员啊 不是剑袭 大妈海贼团船长啊 万国篇只有大妈海贼团船长啊 他有旗子啊,一个太阳,一个风,一个海盗帽 可以理解 右边一个树苗不知道啥意思啊 难道是只开支散叶吗 笑声是哈哈哈哈妈妈妈妈妈 何之国变成了妈妈妈妈哈哈哈哈 连怎么笑都忘了啊 第一人称是哦嘞,非常男性化 不过咱们东北好像也有女的自称 俺,俺俩,俺家什么的啊 还是看人物性格吧 人物资料啊,性别女啊,非常确定 所属传cream mama香帝狗 女王妈妈唱歌号啊 所以船会唱歌啊 香帝就是法语唱歌的意思啊 又是个法国人啊 生日是2月15日 年龄68岁 身高8米80啊 相当于5.1的鲁飞 已经接近巨人了 星座水平座 血型X型 喜欢的食物是甜的点心 讨厌的食物是利可利斯糖啊 就是一种欧洲的香草药糖 据说很难吃啊 我也没吃过 可能类似咱们的西瓜窗之类的吧 黑不垃圾的 兴趣是开茶会和收集真寿啊 印象动物是野猪啊 无辱性极强 出生在伟大河路 悬赏金43亿8800万 配金是藤田叔子和小山沫尾啊 粉片 修女的失踪和活活果实 活活果实的能力 是修女驾驳魔罗 捡道并抚养被父母抛去的玲玲 在其突然失踪后便可以使用了 修女模式啊 对十岁以下的小孩 玲玲会少有的展现出亲切 小孩子的敌人 就算是己方也要干翻 喜欢甜甜点心的万国女王 是我行我醋的大妈海贼团船长 担任四皇之一 和大妈海贼团团长的同时 作为拥有43个丈夫 46个儿子和39个女儿的大家长 以女子之身将之团结起来 和外号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大妈 最喜欢甜甜的点心 吃不到的话就会触发吃病啊 梦想是所有的种族围着同一个餐桌吃饭 用绝对的恐怖支配万国 说两个词啊 这个大所带啊 我们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对应的词 指的是一家人很多人都是公职人员 比如43公的员工路 或者某个集团构成人员很多 比如某些带货网红 可怼的粉丝数超过1.6亿啊 就也是大所带啊 再有的就是拥有巨额财产的资产家啊 比如坐拥2万亿资产的许老板前妻啊 也是大所带啊 大妈这三样全中啊 夫妻店国家领导人谁不羡慕呢 再一个是伟前造的词啊 我估计灵男可能是万圣节那个不给糖就捣乱啊 大妈的精神年龄还是小妈状态啊 就是小孩管大人要吃的耍赖的样子啊 最危险的顶级偶像啊 恐怖的花魁降临合治国 还用了个灵灵的灵啊 追着草帽带着家人尝试侵入合治国 被King一脚踹进海里 竟然丧失了记忆 在这段时间 被逐渐熟悉的小裕等人称为Olin 之后被Queen的一击取回了记忆 但是喜欢合治国的文化 穿上了花魁的服装 成了史上最大最强的顶级偶像 和小弟凯多一损俱损一容俱容 做好准备朝着顶点直线前进 我看啊 又来了 最强啊 这个中文极限词 日文被弱化的极限词啊 说过好多遍了 还是有人问啊 问为啥只有白胡子和凯多有最强啊 是不是他俩比较特别啊 不特别啊 凯特王世界里人均最强 最强称号并不少见 这个史上最大最强的顶级偶像啊 三大将见了 要不要打抠贵舔买握手绢啊 问过亚马逊粒粒粉丝后援会了吗 其实也就是那么一说啊 大家不要太当真 具体谁能靠着自己的最强 打赢三大将 或者被三大将打赢啊 反正也没怎么打过 我也不清楚啊 喜欢讨论的 评论区给大家讨论啊 我就不多说了 官方给的身份啊 凯多是大妈的小弟啊 这个倒是没见什么人说过啊 前辈大姐大嘛 巨人猪壮观的剑招 威国也可以轻松使用 感觉大妈这招直径 比俩巨人冲击波小不少啊 但是蓄力的时间好像更短 对程的招数改成对人用了 就是老打着玩 魂魂果实可以削减对象的寿命 也可以给别的对象注入灵魂 赋予生命 也是挺bug的一个能力啊 而且空的人多了 看起来好像也没啥负担 比莫利亚那个影子能力好使啊 就是赋予生命的东西 智商普遍有问题啊 要不就不太听话啊 算是个官方削弱吧 天气也得福寿成神的女人发威 放出超越神的天灾雷电 安如表示不知道为啥被圈出来啊 我们看四皇有三个都对应了天灾啊 不知道红发配个啥天灾 和鬼子岛泡发冲突的凯多 不知何时就成了知己 明阳天下的两大海贼团 竟然要缔结海贼同盟 回应普罗米修斯的请求 创造了新的霍米兹赫拉 这个home字啊 其实就是home家人朋友小伙伴之类的意思 咱们翻译成霍米兹啊 然后是摄影图啊 年轻时候的灵灵是绝世美女 时光热然 现在的样子简直是又回到了童年啊 也不是很绝世了啊 陈志谷应该有钟妈登场啊 摄影画一开始就是穿着玉衣的相扑 还写了和凯多的过去啊 大妈写满 凯多简笔画啊 兴趣史啊 跟漫画家 最后是编天史 68年前作为人类的孩子降生啊 确定不是产房冒错了吗 63年前被驱逐到国外 和父母分开 来到28父羊之家 63年前吃病发作 破坏28父村庄 63年前羊之家的人们失踪 得到活活果实能力 这都是一年里的事啊 不知道多少年前成了5000万倍率的悬赏犯 不知道多少年前成立大妈孩子团 50年前生出长子佩洛斯佩罗 零年前漂流到和之国 零年前乘坐Quin妈妈唱歌号 进入和之国 零年前被King投袭 掉落海中啊 零年前在九里海边被打捞起来 失忆 零年前偶遇乔巴和小玉 向了兔尔罪犯踩食场进发 零年前在兔尔罪犯踩食场大闹 取回了记忆被捕 零年前在鬼岛和凯多重逢啊 进入战斗 零年前和凯多投缘 一结海贼同盟 零年前和百兽孩子团一起 对战忍者海贼毛皮50龙王 那么这个就是大妈的生命感信息啊 还有两张是普鲁米修斯和宙斯的卡 讲大面的时候再说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上线尖短肥猫头 那我们下期再见